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熊馬吉 自己熊馬吉 我是徐民修 今天台北股市上漲48點 今天就是下午台積電法術位 那麼今天法術位剛才看了一下 已經突破獲利有 獲利有超過3000億 獲利有12塊多 真的是非常厲害 那麼現在台積電今天是小跌 今天跌10塊錢 那麼其他已經先漲一段了 今天可能大家可能就比較觀望 也擔心說他會不會有利多出盡 最擔心就是股票 那麼在高檔地方 又有好的消息 又好的消息 最怕就是利多出盡 你要記得要注意 來我們 像我們在操作我們盡量 我們都是在 利多還沒有出現之前 我們就已經把它先獲利了結 為什麼說獲利了結 當然我們知道說 比方說現在台積電 我們預估說今天 他的法術位他會有非常亮麗的財報 那麼果然是亮麗的財報 那麼在之前就已經佈局做好 做到今天之前就把它結束 獲利了結就是這樣 當然我們過去我們之前我們操作過很多 很多一些產業都是這樣子的類型 都是這樣子 還有像有說一些 有一些展覽 也都是這樣子 我們來上台操作的 都是事前先佈局好 那麼在展覽之前 那先把它獲利了結 好 那可以看到來看一下今天 其實今天台股這個 細光子 細光子今天 那麼有比較弱一點 那我前幾天 禮拜 上週武漢禮拜一 我一直提醒大家 你不要 不要再追了 因為那邊高檔地方 都是風險 你說實在他們現在目前為止 那麼能夠看得到他們的一些 財報能夠看得到一些端倪嗎 不能 因為現在還 剛開始而已 所以現在 剛開始還沒看到財報的時候 他已經漲 股票都已經漲得 喔 不是兩倍喔 是三倍 五倍 三倍五倍啊 所以 現在你再進去買那些 漲很多 機器很高 在創歷史 那些 那些的細光子的話 那通通都是什麼 都是風險 好 來 啊 我之前介紹 介紹了這個印太 這個 也獲利大段 45% 那 細創二 那不是細創二 細光子 印太二 今天是有小拉肥 首先小拉肥 小拉肥 要不要擔心 不用 先不用擔心 那麼我們一步一步來 那麼你如果要跟我來操作的話 其實今天也有很好的買點 今天 明天會不會有好的買點 那我就不知道啊 那當然啦 我也希望說明天有好的買點 有好的買點 來 那 操作就是這樣啦 今天最主要 排名上最強勁的什麼東西 機器人 來 那機器人 其實這個我都 事先上禮拜 就已經有邀請大家來跟我一起來操作 當然在Line裡面 我也不斷的 跟大家說 我要做什麼 事先預告 我要佈局什麼 機器人 來 機器人 來看一下 影漢 這是我們的 這是加碼單 這是加碼單 影漢 這個加碼單 漲漲停板 今天 再漲停 今天再漲停 這是影漢 來 這一波我來講 我 我把重 我把重心 之前我的重心 之前我的重心 是在別的地方 在別的地方 像在航運股 我 那當然已經把它 像萬來我是全部賣出了 還保留 保留什麼 陽明 沒有 差一腳沒有賣出去 好 來 影漢 這是機器人 那目前為止 我的 我們的 我們的會員資金在 哪邊 機器人 這個 是四千千預告 四千千預告 來 再來看 來 西光子 印太 9月18號 收 算收盤 28.4 可以看到到10月15號的時候 10月15號的時候 我們賣掉$41.4 賣掉$41.4 我之前要賣的時候 在高檔地方 我叫你通通不要 不用再追了 你要再做 做的話做來做其他檔股票 要做這檔股票等到要拉回 拉回 能不能拉回之後 我們再來操作 再來擬定 下一波的行情 現在 說公司 已經漲翻天了 那麼這一波這樣子已經有漲 9月18到10月15號 一個時間 45% 45% 這樣子的獲利 不知道你們滿不滿意 不滿意 這買100萬可以獲利 45萬 200萬 90萬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像這是印太二 現在目前為止 還在 高檔地方 再 再 震盪 再震盪 接下來會不會再繼續往上攻擊 這是 這樣你會來 我來帶你來操作 我帶你來操作 像這種股票的話 它可能波動大 你自己 我送給你的話也沒有用 你 追高殺低 這樣子的話 說實在很不容易賺到錢 明明可以大賺 到最後都是賠錢出場 好 就像 像我所說的 像你可以看到 像印太也是一樣 像印太也是一樣 來 我們看 這是我的YT 你還沒加入的話 你還沒訂閱 趕快訂閱 記得按讚分享留言 這是我的Line 我的Line 我剛才跟你說 我們提前先告訴你說 上週已經開始在佈局什麼 機器人 機器人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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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綠電 來 再來看 這是 今天台股大盤 那成交量有稍微 稍微說一點 其實我這個價 其實我們台股的這個價 那你 記得指數 你先稍微看一下 先稍微看一下 了解一下就好了 最主要最主要東西 我們要看的地方是在量 量 量 這是最主要的 好 那麼指數到目前為止 我公司來買什麼 還是失真 因為現在台積電 佔權重 差不多超過我們三層 台股的三層 你說 一檔漲的話 帶動的就是整個半導體 半導體漲的話 整個指數就被拉上去了 所以 這個指數是有失真的 來 我們來看 這是 偽創 這AI 我們已經把福利了結 這是加碼單 這是加碼單 我還有 我們還有 偽創加碼單 賣出 短線操作 獲利六塊錢 微影 我把它賣出了 賣掉 這是事前有跟大家說的 事先有跟大家說 那麼獲利220塊 220塊 220塊 來這檔股票 像微影的話 這是我的高級會員在操作 買個5張 也可以賺 買個5張也可以賺 賺110萬 100 才1萬 好 我們看 來 機器人 重頭戲 那麼 這一週 機器人 持續的 不知道 這都事先先跟你講 有投資朋友 他說他有100萬 我說沒關係 你就來跟我來做 我帶你做 機器人 因為他 還有一些手邊的一些股票 他不願意 他自己做不願意停 不願意停損 那麼我請他先剪碼 剪一半來跟我來做 機器人 來 機器人 接下來 機器人怎麼辦 你還沒有跟上怎麼辦 還有沒有機會 還有沒有 當然有 當然有 這機器人 他走的話 他只是 三兩天嗎 兩三缸嗎 不是 不是 好 當然我們的 加碼單的話 通常我們在做加碼單的話 都是在做一個賺一個價差 增加我們的獲利率 增加獲利率 來 這是河村 先續報 來 銀漢 銀漢 漲漲停 今天又漲停 來 再來 現在 目前為止 還能不能夠追 能不能夠追 銀漢 這檔股票 我在今年 從 五月份到現在 不知道做了多少趟 不知道做了多少趟 有空我再整理一下好了 有空要整理一下 因為這些東西 一直在講過去 我一直要 我們要談的是談未來 未來 明天 明天它會不會再漲 這是一重點 一直在講 講過去的那些績效 那 沒有太大意義 有時候是 有時候是因為說 這些股票我已經賣掉了 那我有看我的節目 我也希望說 你也要 也要跟著我們 你如果看我節目的話 然後我當然希望說你就 我出掉 你就也跟著出掉 不然到時候我獲利 你放到最後又賠錢 賠錢又要怪我 好 千萬不要這樣做 來來看一下 來這是銀漢 佳能 佳能今天也漲停本 這都是 機器人 這三檔股票都共同點 都是 有很相 很 不太相信 不太相 不相近 不一樣的 都有不太不太一樣的 如果用家人來說 他是機器視覺 機器視覺 有關於視覺 最重 最 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視覺 機器人 你要的AI AI的機器人的話 當然最重要就是在他的 他的視覺 當然 他的手臂 手臂這些 對來說的話 隱憾也是很重要 還有核春 他是整合性 整個 整個都有 都有 所以這檔股票 我說實在 他接下來的話 會不會再加速 加速上漲 我認為會有 我認為會有 所以你要注意 現在手臂有 手臂有 你就先抱 沒有 怎麼辦 來電 來找我 我帶你來做 我帶你來做 機器人 來 航運股 航運股今天也有行情 萬海今天漲了 大概漲5%左右 5%左右 今天萬海 我們萬海 我們是賣掉 還沒進 還沒有 這一波沒有進 我們資金是把它拿去 買機器人 買 買機器人 好 其實每個行情 一波一波的行情 你要能夠掌握到 你如果沒辦法掌握到怎麼辦 你就要找專業的 找專業的 找專業的 沒有辦法 這市場是 你說它公平嗎 它公平 你自己想 航情 現在這個 航運股航情又來了 那我們準備要把我們陽明 我們準備要把它 要獲利了結 準備要獲利了結 因為這一波我們 先把它做一個段落 做一個段落 好 這兩天 這幾天 有投資朋友來問我說 我的手邊的航運股怎麼辦 我就說你先續爆 你還沒有 你還沒有 你還沒有賣的話 就先續爆 那有呢 你如果有 還要先續爆 那沒有呢 沒有 跟我來做機器人 我每天都會這樣講 講機器人 機器人 所以 這一波 當然如果你說 航運股現在目前為止 也不是說我不看好 但是市場 現在的資金是在 哪邊 題材很重要 這是非常重要 好 長榮也有 先續爆 準備要把它除掉 我是陽明準備要出的 來 那這是我的 今天 其實台北股市行情今天是 對我們來說很不錯 因為機器人今天大漲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不錯 非常非常好 好 你現在手邊 你有些股票你真的還是沒辦法 你也說不會出手邊的股票 已經漲到 現在指數已經兩萬三 你的股票還沒有漲 該怎麼辦 你不知道怎麼操作 歡迎你來找我 去來電 或是到賴生活圈來這邊來報名都可以 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祝你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見 哦 本公司以往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審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 善導寺附近的路人都在聽什麼歌吧 欸 同學同學 你現在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哦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按讚訂閱留言跟我一起輕鬆理財